大家好,欢迎光临,谢谢大家关心,我今天就赶紧来填个坑 那之前给大家做过一期稳定器的分享,也算是很受大家喜爱的干货 大概有10%的观看的人都点了赞,不过到目前为止看的朋友还不算特别多啊 而且比本期视频会更有用一点,所以没看过那一期的朋友赶紧去补补课 那今天视频则是之前大家有要求的我的稳定器设置的全分享啊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让我们的稳定器稳上加稳,稳如老狗,稳如泰山,稳稳的幸福 不过正式内容开始之前,我要先刚一波正面啊 就是大江那RS3出来的时候,我做了个视频说了点自己的观点嘛 大江直接后台多次提出人格权益投诉啊 诉讼原因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有的原因大江自己提出之后就立马删除了 我记得有一个投诉原因是指责我在视频里说RS3和RS3 Pro贵啊 我就没有见过哪个品牌还不让消费者说贵的 再说贵不贵你心里没点数嘛,当然呢,还有各种断章取义的诉讼原因 也直接有说让我删视频啊,这格局也是没谁了 拜托啊,大江已经算是国际大品牌了啊 还是得有点把格局的对吧 这投诉话里话外透露着一股我可能误解了的优越感和威胁的敬佩服 我能理解作为大品牌可能要管一些无脑黑子蹭流量啥的 但是你这样无差别投诉控评跟无脑黑子不一样的嘛 那我的一些观众朋友也知道我算是比较理智的粉丝啊 也买了一堆大疆的产品,包括DJI Mac的啦,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分享 always respect大疆的这个工程师们 但是公关部控屏的同事工作的方式方法呢 老实说呢真的很丢人啊 你产品又不是人民币,还得人人都喜欢不成 对吧,吐槽完毕回归正题啊 下面咱们接着讲回稳灵器 首先很多朋友使用稳灵器会犯两个常见的错误 第一个呢,抚养轴只调频一个角度啊 虽然咱们很多稳灵器其实力气足够大 另外一个角度没调频或者差一点呢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有的朋友另外一个角度偏差了不知道多少还硬着头皮用啊 就完全忘记了调频另外一个角度 但稳灵器怎么可能稳呢 第二个常见错误呢则是很多朋友忽略了的啊 其实对于不同镜头,不同机身去上到稳定器上的时候 都需要自动校断一下 稳定器会为你本次使用的相机和镜头匹配 它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电机力度 那这个对稳定器的稳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就再聊回设置啊 其实现在稳定器的生态越来越封闭了嘛 我们能自定义调整的参数也是越来越少 其中除了我上次讲到的死区啊 其实只剩下三个啊 力度强度还有摇杆的设置 我刚刚说了当我们自动校准之后 稳定器会给我们一个机器本身 它自己觉得合适的力度和强度 那这个力度和强度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先说这个力度啊 力度其实还算是蛮好理解的 无非就是这个稳定器给相机施加了这个力嘛 那有时候校准之后力度会比较强啊 稳定器会在一些特定的角度 额外产生一些高频震动啊 这种情况如果你在稳定器上换机器换镜头 没有效准呢也是会碰到的 那如果自动效准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可以判断一下是哪个轴会出现这个高频的震动 然后适当降低该轴的力度 与此同时呢 抚养轴其实是最影响稳定器抖动感的 所以你实际使用中觉得不够稳 也可以适当增加抚养轴的力度 比如说你就要做一个平移跟随 那我这个画面我就是希望它越稳越好 那我就可以大胆的增加这个抚养轴力度 只要不出现高频震动就可以了因为你的角度很单一嘛 你只需要做一个这样的平移跟随 那可能你去左摇右摇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高频震动了 但是我如果只是确定要这个画面 我要它表现到这个稳定的极致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增加抚养轴的力度 而更影响稳定器稳不稳的其实是强度 强度越低 稳定器对于抖动过度的平滑的程度就越高 懂我意思了没 稳定器毕竟不是滑轨不是摇臂 真正使用不会那么丝滑 所以过度平滑程度越高 也就是说强度越低 实际效果就会显得更稳更smoothie 所以在有充裕时间的情况下 我也会在自动效准之后 适当往下降一点点各个轴向的强度 注意一下这个强度其实也会受自动效准的影响 就是你每次自动效准后 这个强度其实是会自动变化的 所以力度和强度其实都是自动效准为主 自定调节为辅 不像之前分享的死驱的设置 是稳定器稳不稳定的决定性的因素 还有一个设置也非常重要 在摇杆设置里 因为我们真正使用稳定器 还是会在一些运镜中用到摇杆的 所以我们同样要对摇杆进行死驱的设置 这是我的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里要敲一个重点 抚养轴和平移轴上的丝滑度 一定要调到最高 会大大提升你在使用摇杆进行运镜时的表现和质量 我相信今天分享不仅仅提高了 你稳定器的极致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一定知道了 稳定器这些参数或者这些设置 是干啥的有什么用 你自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设置你自己的稳定器 所以这期视频不像之前那一期那么立竿见影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吝啬你的赞 你的支持 OWS是我分享这类干货的动力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